內地維權律師黃泉璋營滿出獄二十多天後 晚上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 黃泉璋回到住所後 與妻子李文竹同意致相擁 其間有自稱物業管理公司的人員 想進入屋內但被拒絕 2015年內地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 黃泉璋是最後一個受審 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四年半 今個月6日出獄 家人說黃泉璋被安排到山東濟南隔離十四天 但結束後未獲准回北京 他昨天得知妻子患有盲腸炎後 乘車回北京途中被當局攔截 之後由濟南派出所人員陪同下回北京